生肖牛,生肖牛惹不起,八月日子红火腾腾起,来洗来服又来采,洗抱贫传 牛年出生的人,心智坚定又不屈不挠,他们做事特立独行,但是却一点也不自私 生肖牛命中有红极星照耀,他们各种好机会将会源源不断地到来 事业上能够得到贵人支持帮助,生意场上有财神护佑,在工作上容易得到领导的赏识 生官加薪,指日可待,未来万事顺心,万事大吉 只要抓住好时机,就会赚得盆满钵满,过上富贵多金的日子 生肖狗,成熟稳重,特别有头脑,他们什么事情都能自己拿主意 并且,做事很有分寸和尺度 早期饱受官,受煞星零星影响,所以求财不顺,运势平平,急兴红财入命 他们惹不起,八月日子红火腾腾起,来洗来服又来采,洗抱贫传 他们财库大开,正财望横财发,贵人纷纷前来相助 职场中容易获得领导的器重和认可,升职加薪 同时,他们桃花运爆棚,单身的人可以把握这次机会 将终身大事确定下来,洗接良缘,家庭美满 生肖猴,生肖猴命中得到江星的扶持 他们惹不起,八月日子红火腾腾起,来洗来服又来采,洗抱贫传 他们不是横财入库,就是喜天儿女 单身的人顺利脱单,迎来甜蜜美好的爱情 同时,他们横财运气得到很大提高 有才兴入家门,屡次三番发横财 钞票滚滚进荷包来 当然,事业上也将迎来贵人 只要一把抓住好时机,就能事业有成 生意兴隆,赚钱轻轻松松,一路发发发,顺遂如意 家中大红大紫,生活富足美满 生肖猪,生肖猪大运已到,大财要来 八月发财富贵,存款飙涨 届诸人福德功,因有龙喜 和天德两大吉星照耀,运势不断好转 不需再为钱财之势烦心,诸事顺利,事业发展迅速 职场混得风生水起,生意四方来财 不但运势上去了,自身的能力也获得了提升 赶走穷神迎接财神爷,没运退散 好运来袭,转运发财了 只要生肖猪把握好机会,就能富贾一方 生肖鼠,生肖鼠大运已到 大财要来,八月发财富贵,存款飙涨 生肖鼠早前有煞星狐凶干扰,因此财运不佳 不过近期鼠鼠人财伯公有地德吉星照耀 他们届时整体运势相当红火 五路财神爷从各处赶过来 正财和偏财都分支而来 事业生意连连忘,钱财大赚大发 财库封营钞票多 只要鼠鼠人保持以往的勤奋努力 就会赚得金银堆满屋 将来的前途是不可限量 每个人现在努力奋斗 无非是想要以后能有更好的生活环境 更优越的生活方式 以及赚到足够多的钱 去实现自己的生活和理想 这六个生肖的人八月财运大涨 注定横财大发 一夜暴富成为有钱人 福气暴增 喜事连连 想要的都来到了他们身边 属猴 猴年出生的人头脑聪明 多才多艺 善于结交朋友 适应能力极将 今年恰逢他们本命年 财运有些不顺 不过到了这个八月份 受贵人心加持 萧猴人能逢凶化吉 有财博大望之事 若他们能把握好机会 大干一场 必能收获丰厚 财员滚滚 盆满钵满 属牛 属牛的人为人诚恳添职 他们在任务上谨小甚微 但假如太过于不明白变通 就简单或救君子 刻碎眉心入关路宫 属牛的人在奇迹开展上 简单遭到君子的压抑 不利于任务开展 功绩也变得很差 姻缘欠好 还简单吃哑巴窥杯黑锅 这一状况在进入今年后 将会大大改进 尤其是八月后 属牛的人奇迹上 将会迎来开展时机 不单可以失掉猪子的欣赏 还可以有升官 发财的好事发作 属蛇 属蛇的人特性夺目多变 他们擅长寒暄 但在客岁里 奇迹上却多有不顺 如果来源于合作 敌手的压力太大 加上家里成绩多 让他们专心难以专注于奇迹开展 加上款项上消耗不小 盈利少而花效大 一全年绰绰有余 存不下钱 进入八月份后 他们的任务运不错 尤其是从商的属蛇人 客户绵绵不断 盈利的时机多 存款暴涨 属蛇 生肖属蛇人 八月以后 各项事业进展顺利 发展态势大红大紫 有无限的机会 得以施展才华 八月份属蛇人 是财星大旺的季节 本月命中又有极神助力 各项条件都堪称完美 必会在事业上有所突破 鼠马 鼠鼠 鼠鼠之人 八月运势会明显地变好 他们在工作中 或者在事业上所遇 到的各种难题 会莫名其妙地一一解决 所以鼠鼠者在八月中旬 心情也会突然变得很开朗 所谓人逢喜事精神爽 当一个人的心情好时 自然而然的桃花运 也就跟着来了 所以鼠鼠者在八月中旬 会财库风龙 小人远离 贵人亲近 并且未婚者 急意在本月中旬 遇到自己的此生挚爱 桃花不败 鼠虎 鼠虎的人 天性就是虎头虎脑 凡事都是大大略略 所以他们在之前的运势 一直不好 可以说都是 伴随著衰运 在度过自己的前几个月 但是他们一旦到了八月 他们的运势 就犹如枯木逢春奇迹般的好起来 不仅事业顺利了 就连原本一直拒绝自己的 追求者都突然跟自己示好 实在幸福的令人妒忌 所以 鼠虎者在八月是很幸福的 可谓爱情事业两不悟 人总要往高处走 才能站得更高 看得更远 人生的运势也是如此 高瞻远瞩之人 必有八九不离时的富贵运势 今年八月已经到来 红红火火的运势近在眼前 不少人已经准备好了 要在八月里大展拳脚 闯出一番座位 这六个生肖的人 今年八月比七月更顺利 更有钱 八九不离时难逃大富大贵 鼠猪 鼠猪人和鼠羊人命理皆鼠阴 而阴本主通财 所以这两个鼠相的命理财运都相当好 必定是来日的贵人 富贵可期待 而他们今年内最旺的一回财运 就在八月九月里 这两个月是鼠猪人的升官月 更是鼠羊人的发财月 事业上无论做何选择都会十分顺利 家大财大 风生水起 鼠猪人多有贵人相助 鼠羊人更得天赐横财 就好像财神爷住进了家中 他俩无论如何也不破财 只有生财 鼠蛇 鼠龙 鼠蛇人和鼠龙人 一天龙 一地龙 命有五行活土在 天生就是性子比较急的人 但可千万别认为 他们不会和气生财 脾气再大 也只不过是吓走小人 留住贵人 八月开始财神爷进门 九月仍然不愿离去 形容鼠龙人 鼠蛇人 在近两个月内财运大好 天时 地利人和皆在 不仅事业旺 生意也相当抢眼 破财最少 生财最多 六十日内生活从苦转为甜 鼠马 鼠狗 鼠马人和鼠狗人命中主羊 更都是脾气比较顽固的人 认定了的目标就不会有丝毫的改变 虽然大气晚成 但他们很容易得财神爷垂青 运势一开就不可收拾 八月到九月期间 鼠马人正财运红红火火 鼠狗人偏财运特别顺利 财神爷就好像住进了家里 家人之中都有对自己鼎力相助的人 自此不再破财 各个发财 生肖羊 鼠羊的人智力出众 为人神稳 是一个知进退 时时务的生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